47岁钟丽提穿衣太大胆,惊艳全场,不忍直视,网友表示图中还有亮点。 这次小妖要给你们分享的这位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女演员钟丽提了,说到钟丽提的名字很多人肯定都不会陌生,早年的钟丽提评级人鱼穿说红遍了整个东南亚市场,而如今的她三婚嫁给小了12岁的圈内男演员也是让大家对她的关注度很高。 她就是钟丽提,这位浑身都充满激情魅力的女灵星每次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总是一次次的让人感觉到惊艳,只见钟丽提站在舞台上进歌腊舞的模样也是火力全开啊,你们看得出这是一位已经47岁的女性吗? 一直以来钟丽提在服饰的穿着路线上都是走性感火赖风格的,跟她所接受的ABC文化也是有助很大的关系,不过看到这样在舞台上性感魅力的钟丽提,也有很多网友表示性感过头,简直不忍直视啊,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从照片可以看出钟丽提人已经显现老态,腿也很粗了,钟丽提不顾形象表演,烟唱。 但其实这样性感美艳的钟丽提不也是正好展现出真正的美是不分年龄不分界限的吗? 只见钟丽提穿住一块银色印花喷绘的连衣裙,这样的折腿款式也是让钟丽提的一款长腿毫无保留的露出。 随着歌舞的高潮迭起站在舞台上的钟丽提着裙子也随着手臂的挥舞而向上缩起,这要看起来难免会给人一种过度暴露的错觉。 她是来自香港的一名演员,早期因为人与传说的精湛出演要受到观众们的大力关注,后来渐渐地和圈内一些名人也有过不少交际。 比如刘德华、张国荣、梁家辉等之间都有过合作。 虽然现在已经47岁,论样貌肯定是不逼当年,但是一直以来还是保留住性感女神的称号,经过这组照片,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女神看来依旧未老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